所以剛剛的那個猜拳小遊戲的話 基本上在25頁的地方 那你會發現 雖然我們已經做了很多道題啦 那你會發現有些地方實在蠻雷同的 哪些地方雷同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有乱數的話 一定會用到這個Random 然後呢它裡面的方法叫Random Range OK是固定的嘛 所以呢將來如果說你要乱數 有點像那個玩遊戲啦 或者是這個什麼呢 模擬測驗題啦 需要乱數的話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那差別只是說呢 如果每一次都要變動的話 記得一定要放在回圈裡面 但是如果不是每次變動 它可能就變 所以你會發現 在前面的題目 那像什麼猜月份 月份的那個Monster 它就沒有放裡面 它是放外面 OK 所以你可能要針對不同的邏輯 那程式該放哪裡 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第二個是說 當畫一冒號呢 底下都會有一個Input OK那Input的話呢 如果每一次都要輸入的話 那你就什麼 Input完之後 再做後面的邏輯判斷 那邏輯的話呢 當然有那個兩重邏輯 有三重邏輯 有四重 有多重邏輯喔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把相關邏輯 放在底下 因為底下的話 像這個的話 總共會有四個邏輯嘛 包含就是說 如果它輸入四的話 那就離開 OK 那如果平手 如果輸 如果贏 那這個是會有不同的邏輯啦 所以在額外判 判更完之後 其實這個程式OK了 所以 也許請各位試試看喔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類似的遊戲喔 可以來變化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蠻多地方可以套用的 而且很多地方喔 都是 相 就是大概的邏輯啦 而且用到 你會發現喔 不外乎就是什麼 不外乎 畫有Email OK 然後Input 然後邏輯判斷 所以喔 不斷做 輸入 然後判斷 所以其實基本上喔 這樣的架構呢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喔 OK 那 再來的話喔 我們就要繼續往前看喔 所以 雲南版本裡面的話 請各位喔 就直接先跳到 第五個單元好了 因為第四個單元 其實我們也有提到很多 有關那個 Python的程式喔 怎麼轉換成VBA啦 那還有其他的 只是因為我們重點喔 會 還是優先擺在Python上面 所以有關VBA的轉換喔 我想有 有興趣同學 也許可以自己再延伸去了解 甚至 前面寫過的程式喔 欸 是不是可以呢 全部都改成VBA 這一點的話也許回去有時間喔 可以 多多的再多練習啦 因為 程式其實真的還 滿花時間的 我是建議啦 最好剛剛講過程式喔 你可以有時間的話 最好是可以從頭到尾自己寫過一遍 那大家剛開始也許喔 沒有辦法 一下子全部都不看 就 就是 呃 才能打出神 那你可以什麼 沒關係你可以看一點 但是你就是 參考著啦 盡量 可以做到程式如果越熟悉 將來你在運用上面 那就越沒有問題 OK喔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開啟那個第五個單元好了 OK 那第五個單元喔 特別注意喔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到那個Python裡面喔 非常重要的 一些操作 包含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所有的串列 串列剛剛有提到的 中國阿胡 OK喔 那 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你在學Python 假設你沒有把這個東西學好的話 將來喔 你要再處理外部資料 就會是大麻煩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資料喔 通常都不是單一個資料 而是多筆資料 或者多個 像是欄位式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用一個欄位式 甚至像串列這種型態去放置資料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做後續處理了 因為如果你把它放在 字串也不對阿 放在這個數字裡面當然也不對喔 所以這個串列滿重要的 待會我們講 再來就是字典 還有檔案跟資料庫 尤其檔案跟資料庫 這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假設你處理完的資料 你要把它存檔 可是問題存檔要怎麼存 不外乎當然喔 你可以把它輸出成某個檔案 也許是什麼TST 或者是喔 跟那個 Excel可以通用的 也許用CSV OK 那要怎麼樣存檔 當然另外存檔之外 還有怎麼樣獨檔 OK 那也就是說將來呢 你要把那個做完的資料 做完的處理 你要把它 輸出到某個檔案 可以永久儲存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要了解 如何做檔案的存取部分 這個後面會講 還有呢 一般呢 也會把Python處理完的資料 放在資料庫裡面 OK 尤其是越大量的資料 越適合放在資料庫 那相對它是比較有結構的 可是要怎麼做喔 所以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先 開啟這個第五個單元 那我們先來了解 這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其中第一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是說 我希望你幫我設計 一支小程式 這支小程式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那個老師 可以方便輸入什麼 輸入成績 那這個輸入成績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呢 我希望 當我執行的時候 我可以不斷輸入學生的 第一個成績 不是 第一個 第二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 反正就是讓老師 不斷輸入成績 當 輸入完畢的時候呢 請你輸入-1 也就是說呢 當輸入-1的時候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已經輸入完畢了 那就請你把上面的這幾個學生的成績做什麼 幫我做加總 平均 然後呢 取得最高分 跟最低分的話 該怎麼做 比如說我這邊按Enter 你會發現喔 我最後希望 得到總共 會有幾個資料 第一個 這個學生 這裡面我輸入幾個學生 第二個 這幾個學生的總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並且告訴我 這個學生裡面 誰是最高分 誰是最低 哪一個成績最高分 哪一個成績最低分 哪一個成績最低分 最高分幾分 最低分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首先第一個 當然因為呢 我們如果要輸入成績的話 那因為呢 總共我會輸入 總共有五位學生 然後-1的話 當然這個就離開了吧 我要怎麼去放這幾個成績 因為你會發現喔 而且我不確定說 會有幾個學生喔 OK 所以喔 第一個喔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要學會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串列 欸 串列 那什麼是串列喔 我剛剛有特別提一下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呢 總共有五個學生 那要怎麼樣放進這個串列裡面 那串列的心態喔 剛剛有提示一下 他就是一個中瓜胡 OK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計算他的幾個學生 總分多少 平均多少 最高最低 那這個地方的話喔 我是相對建議一定要用所謂的串列 那什麼叫串列 OK 我剛剛有稍微解釋一下 另外的話串列裡面喔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方法 其中最高分最低分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就是 REMAX的函數 MINI的函數 那有幾個的話呢 你可以用LEN 欸 那 那加總的話呢 你可以用SUM 只是這個感覺 其實跟ECEL還蠻像的 ECEL裡面也有類似的函數嘛 這個LEN也有啦 MINI也有 MAX 還有加總是SUM 所以其實喔 這個跟那個ECEL 就蠻都是相 只是說呢 在Python裡面沒有平均 在ECEL裡面有Average 可是這邊沒有喔 OK 所以啦 那我們要怎麼樣喔 可以做 這個 它的相關函數 也就是第一個啦 我需要 把輸入的成績喔 先放在串列裡面 然後才能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要該怎麼 稍微 查看一下第五個單元 另外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放進去 這邊的話有個Append 其他還有像什麼 去算哪一個值 出現的次數啦 等等的 這相關 未來其實都會用到喔 然後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輸入成績好了喔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一下 第五個單元部分喔 對嗎 好